好,那這一節呢 最後我們來一個大拼盤 把目前所講的性質全部呢 全部的啊 一起把它做一個拼盤沙拉吃一吃嘛 現在講了幾個性質 39線性嘛,Linearity還有對稱性嘛 對稱性不常用,所以沒關係,線性 那接下來3010,Convolution 你看這裡有Convolution 兩個time domain訊號做Convolution 那你求Flatrain,你就是直接變相乘 再來,我一分 我一分就是Flatrain乘Jω 就這樣 然後這裡 T-2就是time shift time shift 那time shift 你就成這樣什麼 X-Jω T0 T0就是2 就這樣用啊 那基本的縫來 現在基本的縫又來啊 所以這邊有一個Experlential 基本縫第三個pair 1的 1的多少 嗯,負A-T 負A-T 負A-T U-T 這個基本的pair 我想大家學過這個 Laplace 這個應該要很清楚啦 那是什麼 A加Jω 分之1嘛 至少這個要會啊 好,這個大拼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怎麼做啊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學了性子 那你要把每一個性子都要融會貫通 要說 怎麼用 來 一步一步來啊 第一個呢 這個基本的縫 在這裡 會不會 來,直接用唸的對不對 3加Jω1 1% 然後這個東西 U-T 我們先不看 我們先看它的基本的縫 就要 1的負T U-T 這個基本縫 那它答案的Full Transfer是什麼 那是 1加Jω1 對不對 然後這裡做 U-T 做Timeshift 所以我們 就來用一下 Timeshift的性子 OK 所以你要先把那個 這個基本的Full 基本的Full 弄出來 那這個東西不是基本的Full 它是一個用到Timeshift的 所以因此呢 我們現在 啊 猜解的話 就是說 這個是兩個函數做Convolution 所以顯然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Convolution的Property 那 那你要用到Convolution的Property 先把這個Full Generation求出來 這個Full Generation 那答案 看這裡 3加這個沒有分級 這個沒問題 對不對 這個沒問題 那這個呢 這個的話 我們就要用到Timeshift的性子 所以你先看那個基本的法 來 這是Convolution的Property 如果你的Full Generation 這個球出來 這個球出來 那你這裡 那你整個Full Generation 那你整個Full Generation 整個Full Generation 你看一下 裡面這個 裡面這個 Hypermine Comvolution Frequent會變成相乘 這兩個相乘 好 再來 這裡有一個微分 那微分的話 你就是 原來裡面這個Full Generation 這邊乘Zω就好了 對 微分一次 乘Zω一次吧 所以你最後的 整個的Full Generation 這邊就是 這個 這個 然後再乘上Zω 那微分的性子 然後這邊是Convolution的性子 對不對 好 到這邊沒問題吧 好 那 WZω你已經會了嘛 對不對 3加Zω分之1 但是這個呢 這個我們要用來 Timeshift的性子用一下 所以這是基本的Pair 基本的配對 你看 現在這個骨子手指頭 現在就用這三個而已 常用的 好 這個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所以第一個沒問題 那現在這一個 這一個 VT這一個東西 注意 它是要用Timeshift的 那你Timeshift的呢 這邊是怎麼用 這個 就是細節 細心 小心一下就可以 也沒有什麼太困難 但是 常常同學都會做錯 VT的話是 你的基本的縫是1的負T Ut嘛 對不對 基本的縫喔 1負T Ut 基本的縫 那我們做Timeshift的時候 注意 Frequencyhift也是一樣 你要把所有的T換掉 還要把所有的Om換掉 你不能只換其中一個不行 那你這個做Timeshift的 比如說把T改成T-2 Timeshift呢 就是把所有的T改成T-2 這裡有沒有T 這裡有T嘛 所有的T全部要換 這才叫Timeshift 所以呢 1的負T Ut 做Timeshift呢 負T-2 U T-2 這才叫做Timeshift 你不是只換這裡 這裡不換 不行啊 聽懂嗎 聽進去 那所以呢 基本的縫是這個 那你做Timeshift 是把T改成T-2 變成這個啊 可是 可是你這個函數這裡 並不是負的T-2啊 那有什麼關係呢 你就給它 負的負T-2 它沒有 你再把這個正二次方弄掉 減掉就好了嘛 聽懂嗎 所以Vt是 1的負T 它沒有負的T-2 沒關係 我就給它 1負的T-2 那多了什麼 那這個東西 就不是1的負T加二次方 1的負T加二次方 可是它沒有加二啊 那你就把二次方 那要減掉就好了啊 所以就變成這樣 那1的負二次方 是一個constant 常數 那常數的Flatan 你這邊乘一個常數 那Flatan就乘一個常數 就好了嘛 就是Linearity的性質 現金的特性 然後右邊這個就是 有沒有 1的負T-2 Ut-2 就是1的負Tut的time shift 好 請問 它的基本分數是這個 是什麼 1加jω分之1 那我們說 這個負認證是 1加jω分之1 然後因為它shift的兩個單位 所以只要乘上expand 負jω分之2 就好了 有沒有問題 1的負Tut 是1加jω分之1 它shift的兩個單位 所以乘上expand 負jω分之1 t0 t0是2 ω分之2 然後再乘上這個常數 解數嘛 這樣解決啦 聽懂嗎? 所以這個也解完啦 好 那帶進去就好 所以答案就寫出來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兩個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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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乘jω就好啦 這兩個相乘 再乘jω 這兩個相乘 然後你這樣寫 然後你就打破了嘛